郭文貴議員 議員 好來 現在我們四個黨團 民進黨黨團柯總釗 國民黨黨團林書記長 還有親民黨黨團李總釗 時代力量黨團有我們的許總釗 還有我們的黃委員 還有我們的林委員 還有高陸委員都到現場 那我們就宣布開會 進行今天的黨團之間的協商 那麼今天召開協商最主要的目的 是員商委員柯建民等67人 所提召開第九屆第一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相關的事宜 那麼這個臨時會的相關事宜 大家請看立法院的議案的關係文書 這個院總第99號委員提案第19471號 的案由跟說明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各黨團來表示意見 是不是請柯建民總召針對提出的指趣 包括召開臨時會這個整體的一個目的 來向大家做一個說明 來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這個臨時會召開是 依照憲法69條以及立法院組織法第二條 孫之一連署就得召開 立法院臨時會事實上常常每個會期都會有 那當然臨時會就是為特定的事項 那過去不管民黨執政國民黨執政 甚至有在國民黨執政也召開過兩次的臨時會 那今天我們有提出的就是要對於臨時會召開很單純 第一個 處於不當擔產 第二個 老計劃在委員會審查 第三個就是有跟國瑜企業預算 那國瑜企業預算 銀業基金有費 銀金加財總共五兆 各兩兆五 這個是國民黨 國民黨這件事會騙的 那我們都很遺憾 這國瑜企業預算 過去在怎樣 朝野在怎麼剁都是 到最後一定協商 那過去有一次 那曾經就是國瑜企業預算 民進黨提出表決 那也是極限性的 差不多260條表決案 那表決以前 經過朝野學長 只是後來沒有簽名 所以整個搭事三點數以及朝野一些公司 哪些一定要表決也放進去的 那是過去曾經有一次 你們說要通過一千元 我覺得這個正當性可能有所不足 尤其現在已經是企業了 整個年度已經超過一半以上 這是有關於國瑜企業預算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來談 也一起一命處理 當然最主要是不當擔產 那不當擔產本來我們安排的時程是 是在八月的時候 那天因為 經過農場的表決 9個鐘頭 當然這個是民主政治必要之二 我們也面對 一事無成毫無進展 我相信大家都在場內 更好的麥克風 互相互相叫囂 乃至互相討侃 因為這一點 我請院長將來也來朝野學長一下 以後宴會 不應該各自被麥克風 過去有各自 包括有的拿牌子進去 曾經就是說 有可能變成武器 所以改為 筆牌只有紙張 紙本的 後製版 當然最近 那這次是第一次在宴會 大家各自麥克風 過去也曾經有 後來禁止掉 那是在最農場表決 有關於第二屆的時候 全民健保 大家從麥克風一起 那整個議場亂找找 這個比地方議會 還看起來 這個形象還不好 我還是覺得 院會還有程度上的 嚴重性 以及一定的 秩序來處理 這是順便講的 當然 當然有關於 這個 因為擺了這麼久 所以大概 我們在7點鐘的時候 休息的時間 我們剛才幾個幹部 有談到說 這樣的話 一定一事無成 一事無成 接下來的議員會的話 只要處理同意錢的案 可能對外面的人 不了解 立法院 為什麼我們民進黨多數 毫無進展 大家一定有壓力 也有情緒 中間當然也就跟國民黨協商說 是不是 林思維就改了 同意錢改為這個 這個不讓黨產 中間我們儘量尊重 和國民黨之間能夠 因為 不讓黨產和國民黨最有關係 當然 這時間 總共談了將近三個鐘頭 將近三個鐘頭 本來 談好 8月8號到8月19號 因為8月初 院長也要出國 當然 這個只是 大家暫時在談 我描述這個過程 那 最後當然 我們要黨團集結 大家來同意 所以 當天晚上 12點鐘以後 我們黨團有一些不同意見 這個 我們都 我希望大家能量解 這個不用黨產 橫數 橫數 至少要面對 差幾兩百五 沒有什麼改變 那我對於不用黨產的看法 當然就是說 我們希望 還是大家協商 另外 假如 什麼案子都沒有協商的話 大家在那邊 炒成一團 暫停足以臺 會一事無成 當然 我們了解這個整個遊戲規則 所以 一直希望就是說 大家說 如果不可以幾條表管 你說我們違憲 你就去實現 這是我們基因的態度 我真的要重申的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對於 那種黨產的處理 那種結清 不是任何人可以改變的 所以我們 也跟 總統也商量說 那同意先暫緩 先處理這個 這是整個過程 那昨天我們也開黨團會議 我們黨團會議也結議 結議就是 單純這三個案子 我們希望開到下禮拜五 換句話說 假如今天我們朝會學商 不管有沒有結果 這個是臨時會之前的 互相的文化和這個談 一定要先談一下 我們希望明天就是 就是 談話會 那談話會 然後談話會 進行以後 當然明天中午程序委員會 那我們要處理委員會 有關於老計法的問題 那就是禮拜四處理老計法 禮拜五就是 禮拜五到下禮拜 整個下禮拜五 全部是宴會 這是我們這樣的一個 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當然禮拜五 要進行到宴會第一 一定是不同黨產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坐下來談 因為要表決 要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表達 那要有任何修正中意 一定要到最後要處理 我們希望是用文明的方式 民主程序上來處理 來處理不當黨產 假如不讓黨產能夠順利處理完整的話 盡量大家以鬥而不破的方式 來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共同面對歷史的一刻 我相信這個對國民黨也是比較好 也不要說你們黨產能夠被人移民的保護 政黨站在一個公平的發展 從今開始 有黨產與否和人口執政 是沒有截然的關係 民運動 我對財務會主委 歷史上大概沒有人做比例更久 從林雄當黨主席的時候 我一直當民黨財務主委 所以黨的財務是大家用正常的方式 小額目反等等 政黨本來可以接受政治現金 大家公平的出發點上 現在也有政黨補助 應該這樣的民主 台灣民主重新一個開始 我在這裡也是跟國民黨呼籲 我們共同好好理性來面對 這最重要關鍵的時刻 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希望院長也能夠主持草野市場 大家盡量談看看 政府不可以 政府不可以發生 那至於國民黨有任何方式 當然我想在立法院的所有遊戲規則 過去我們全部用過 我也敢講說 所有遊戲規則 很多方式都是我們過去演化出來的 當然今天被國民黨來沿用 我們也面對 最後就是說 大家共同委屋立法院尊嚴 還有文明方式來處理有關於國民黨黨產 這是我們最大的呼籲 希望國民黨黨團能夠在這個時刻 我們共同來面對 以上報告 好 謝謝柯總召 那我們現在請 是要請書記長 林書記長 好 我想 剛剛柯總召講的長篇大道 我聽聽 請一下 請一下 長篇大道 那我想其實我們 你講黨產講很多 那其實國民黨 我們立法院黨團老早 就有做一個決議 我們不care 黨產 問題是 你今天所立的法 都是民進黨委員提的版本 也沒有行政院版本 也沒有民進黨版本 那這個委員會又設在行政院下面 那整個法裡面的內容 我們都知道 方腔走本 而且是怎麼樣 他是 人家是無罪推定論 他是已經把你設定 你絕對都是有罪 我們今天care的是這一點 認為說 你要立一個法 為什麼設在行政院下面 行政院不敢提版本 那那個民進黨也不敢提版本 而且每一條文都有修正動議 都是民進黨的意思 那也不敢來面對這個心虛嘛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其實在當下 因為民進黨你們人多 加上時代力量 那加起來總共有74位 所以說怎麼搞你們都可以過 那我認為說 我們不care這個黨產 包括黨中央都跟我們一致 問題是 你修的內容 不公不義 不正不當 我們今天真的是 真這樣子 那我認為說沒有關係 你反正就是 多數嘛 多數絕 多數暴力嘛 我們甚至於 你在修傳的時候 連修一個字都不行 我說那修一個字都不行 那乾脆就整本 整條整本 這個 這個法律就一次表決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不是多數暴力嗎 那老柯 柯總召說 怎麼樣怎麼樣 講的一大堆 過去國民黨都是尊重小黨 那時候我們人多的時候 但是你們現在完全不是這樣 反正 你不行我就是表決 不行就是表決 這個就是多數暴力嘛 那沒有關係啊 我們現在輸你沒有問題 我們都願意吞下來吃下去 但是未來你看著好了 對不對 你還跟我講一千案 未來我們會提兩千案 三千案我們都提 大家走著瞧 然後今天我們不會簽字 因為我們黨團大會還沒有開 今天不是說你決定怎麼樣 我們就怎麼樣配合 等我們黨團大會中午開過以後 然後要協商再協商 今天我們不會簽字 我很清楚的表達 我們今天不會簽字 那明天談外會你們繼續弄 但是我們黨團大會開完以後 我們再來提 好謝謝您委員 我們請李總召 李鴻金總召 我們是尊重啦 反正看最後他們的決議 當然就是說兩個大黨 這個臨時會開最後他們的決議 是怎麼樣是一個層次啦 那如果真的是臨時會要開的話 我們唯一的話就是希望在這個勞動基準法這邊 我們有一個提案 那這個也麻煩把我們病案列進去 因為現在有幾個版本在 現在就是行政院 行政院 行政院 行政院版本在 那也把我們的也列進去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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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等一分鐘 你也說一分 不然你也一輪要接一輩 要接一輩 我接一輩 如果要接一輩 我本來是十點 10點我要來 我照做一下 10點半我就有辦法就要去家會了 沒關係啦 我開始五公斷下你 這十五公斷下你 有啦有啦 我不是親才公斷 我10點我十五公斷下 我現在要來這裡跟你們公斷下 我就要去家 好 好 好啦 好啦 好 好 好來 洪棍安 我們是沒有特別那個啦 去年他要黨團大會他們要一個共識決嘛 朝野還是要盡量和諧嘛 我是覺得反正一天來也可以等啦 等他們黨團大會的決議以後 然後再來針對這個部分大家再來談一次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接受 好來 好來 徐總召 好來 郭昌 我想 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 跟 院長 還有跟各位黨團的代表報告一下 第一個 我們贊成開臨時會 第二個 我們也贊成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列為第一案 這兩個立場 時代力量非常清楚 至於就不當黨產處理條例以外的法案 那我們是 當然啦 就目前立法院召開臨時會可以簽過的門檻來講 大概 主要是由民進黨的朋友 他們因為習一次足夠 他們有整個agenda setting的權利 這個我們都了解 那以下的建議就是提供給民進黨團參考 那希望民進黨團可以考慮一下 第一個問題 是 勞基法的問題 因為勞工團體還有很多意見 我們的想法是 四緩則緣 大家多討論 再多聽聽 勞工的想法 不要急著 在這一次 臨時會開 因為今天也有一些勞工團體到立法院前面 那開始抗議了接下來的事情 所以我是希望說可能這件事情 或許民進黨團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第二個事情是 如果民進黨團還是覺得 就是說配合行政部門的施政 他們一定要把勞基法放進去的話 那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是說 那最起碼 針對勞基法的修正條文 各個黨團有不一樣的版本 那既然臨時會要討論 就大家都併案 那未還委員會大家討論 大家共同的審議 不要只在臨時會的時候處理行政院 還有處理民進黨團提出來的版本 我會覺得這樣子的整個立法的程序 一方面比較符合慣例 另外一方面也比較周延 那第三個是說 針對除了這兩個案子以外 史萊莉娜的立場是 有針對兩個特別重要的法案 希望能夠考慮把它放進去 第一個是 有關於國會人事同意權行使的條文 那因為我們接下來馬上就要行使 司法院政府院長 以及接下來大法官提名的人事同意權 那我相信過去這段時間 延續著過去十幾年來 民間司法團 民間施改團體 對於司法院政府院長 還有國會人事同意權 因為目前的規定 相對而言是過於簡陋 那這次在整個國會改革 大家共同的理念之下 司法法制委員會也針對了 人事同意權條文的修正 完成了實質審查了 只差主席直接宣告說出委員會 那因此如果說這次在臨時會的時候 能夠針對國會人事同意權行使的條文 先把它通過了以後 那我們接下來在下一次 不管是第二次臨時會也好 或者是九月正式開議的會議也好 來行使整個人事同意權的過程 按照新的法律 按照新的國會改革的理念 然後來進行審查 我會覺得比較能夠去 不僅僅是呼應現在民間團體所提出來的訴求 那也可以說是彰顯了我們這一屆新的國會 大家對於國會改革共同的理念 因為我相信大概沒有一個黨派會希望說 就司法院政府院長也好 大法官也好 透過過去長期被人所詬病的那一種草率 那一種匆忙 那一種不負責任的審查方式 來加以進行 那因此針對國會人事同意權 相關的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的條文 我們希望能夠放在這一次當中 那接下來一個部分是空氣污染防治法的部分 那空氣污染防治法因為牽涉到了去年雲林縣 他們推的自治條例 後來被馬政府宣告無效 那當然從我們法律解釋的角度立場來講 我們認為中央政府沒這樣的權限 但是因為這樣子法規的爭議 導致目前中南部PM2.5問題很嚴重的縣市 他們想要通過自治條例都動彈不得 所以如果時間上面許可的話 我們是希望能夠把空氣污染防治法 也放在臨時會的議程當中 那當然最後一個也是出了委員會大家爭執 相對來講比較少就是選罷法 關於罷免法治還權於民相關的訴求 那我們再重申我們支持開臨時會 也支持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放在第一案 那就其他議程上面的安排 我們提供我們黨團上訴的意見 那給民進黨團做參考 那希望就整個臨時會的議程的鋪排上面 能夠多考慮一下各方的意見 好 好 現在留下來的三個黨團都是第一個 前級開運四位大家都是贊成的 那永明剛才講一句話說 民進黨的agenda setting 我們經過黨團會議 昨天開了黨團會議結議的東西 那是一個final的東西 照我去做個人動作變更 除非黨團會議再來 我想這個可能性也不大 包括那個時間 本來跟國民黨有稍微描述一下 那天禮拜五在跟國民協商 說這個要趕快先來處理 所以這個黨產的時間上 有一些基本上大家的默契 也是被黨團會議翻掉 我們最後是黨團會議決定 那我們黨團三黨 以及政會執行黨 是第一線的大概先去溝通 但是真的有爭議 爭議的時候還是委到黨團會議 那所以我今天很抱歉就是說 這個agenda setting 就是昨天我們黨團會議 拍滿定案 第二個 聽起來實在是一樣 也不反對這個 這個牢記晚修正 那當然你希望說晚一點 這個為什麼 各場的版本 對 我來回黨 對 各場版本 你們提出來 你們不必提出來 我們因為都是同樣一個案子 我們也會把它放進來 這個 我們作為執政黨 不可能說 我們這個講不通的 讓各場版本 講完 我要提一下 之前幾個委員會 時代立安或其他黨團有版本 不一定會被併案審查 所以今天你講這個是要確定 一定要併進來 一定要併進來 聽我說 沒有併進來 待會兒說我們的 這個東西 議法院也是要大家 大家共同來解育一些事情 到沒有沒有辦法說 各自自己負責自己的核心價值 那我們認為一例一休 我們黨 執政黨 我們黨團都整 全部整 好了 這個 這個 並進來沒有問題 差一點 大家很清楚 國民黨和你們 你們比較公務員特休 國民黨是比較公務員 那對勞基法 至於人事統一權問題 那個時候在市場委員會 那個 剛剛審過委員會 委員會審完的案子 並不是一個finals的答案 那委員會還會大 尤其有跟國會改革 我相信各黨團 一定會拉下來血傷 假如那是三讀通過的 當然我們只要三讀 那這個 未來 大概 同一點行程 既然已經暫緩的話 大概會有一個時間的緩衝 應該是等到 這個 這個和湖內要聯繫 還有五個大灣 我們提名 但報名到7月8號 那他程序走完 差不多8月 下行 那那個是後事 第三個有關於公務法 公務法 我們知道 那天這個 我們黨團會議也討論過 因為這個非常敏感 尤其提到引一線的問題 蘇智芬對這個事情 他有他自己看法 那公務法內容 我就不可以談 簡單的談 就是說 把這個南美以及石油膠 全部 馬上停止 臺灣的發電池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長野目標 如果大家來處理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然後 所以 我們沒有列入這個公務法 因為這個 你這個是財富的 那天 禮拜五財富的 像這樣的 已經財富的 或是 我現在審查一半的 邀方的軍事會 我們黨團 成員 更多這個法案 大家也想說 我的法案 你們這次從來 所以這個 我們經過我們的討論 我們大家解決討論的問題 因為第一次臨時會 有關於選霸的問題 假如這次不是這樣的編更 我們本來就在第一次臨時會 要處理選霸 以及指揮有限法 那今天 外面的還有一些團體 有不同意見 那本來還沒有編跟以前 還沒有編跟以前 我們內部有討論過 是不是等到第二次臨時會 再來處理 那我一直跟國民同談過 本來我們是 第一次臨時會 是統一權以及老計法 選霸法 以及極右法 國民是一份 那選霸法 實在一樣 現在有提出來 當然很重要 將一八美門檻 總共有二十八個條文 已經國民黨 他們有一些看法 請他們準備 那現在 大概這些等到 可能等到余遙就說了 沒關係 這大廣告又來了 差不多是這樣 不要再說 前幾天說話 沒有 沒有 你還要認真 我們都在那裡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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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是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 以下的意見 還是提供給民進黨團 再拜託柯總召 回去跟民進黨的朋友說明一下 就是說 第一個是 有關於國會人事同意權的條文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是審查完畢了 那當然有變動的可能性 對 好 那現在勞基法的條文 是連委員會的審查 才要剛開始進行 禮拜四才要進行嗎 對 好 那 對啊 那 但是你們排的條文 不管就行政院版 還是民進黨團版 針對39條所提出來的條文 禮拜四才要進委員會嗎 對 那我現在沒有辦法理解的邏輯 對 我現在沒有辦法理解的邏輯是 如果國會人事同意權的案子 已經在司法法治委員會審查完畢 只是還沒有宣告出委員會 為什麼不能夠排到臨時會 而勞基法這個委員會才正要開始審的案子 卻可以排到臨時會 那顯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法案的急迫性 好 那這個也是我剛剛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法案的急迫性 這件事情也放入考慮的話 那就要 這個國會 最起碼 我們自己就要思考說 我們接下來針對司法院 政府院長還有大法官 是要按照舊的法治來進行 還是按照新的法治來進行 那時代力量的立場是希望 希望新的國會按照新的法治來進行 而這也是非常多民間司改團體 大家對於新的國會的期許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拜託民進黨的朋友 再考慮一下 再商量一下 把國會人事同意權的案子 放到委員會處理 因為柯總召說的沒有錯 會拉協商 那到時候誰會拉協商 會不會拉協商 我們都沒辦法預期 那如果說在臨時會裡面去處理 有人要拉協商的話 那我們等一個月 那等到下一次臨時會 或者是正式開議的時候 才有可能順利的完成這樣子的立法工作 那你如果在這一次的臨時會 完全不處理這個案子的話 那你大概可以預期的是說 你下一次臨時會也好 正式開議也好 你要開始處理 才要真的開始處理這個案子 讓他出委員會 有人在拉協商拖一個月 那整個時程上面根本就來不及 那顯然就是新的國會 在agenda setting的這件事情上面 直接的告訴了整個 非常多關心司法改革的團體是 我們這個國會就是要用舊的法治 來審查司法院的政府院長 那我會覺得這樣子會非常的不符合 大家對於新國會 甚至是司法改革這麼重要的事情的期待 市長 阿美好 這個國會改革是一個派系的東西 現在是這樣啦 因為國民黨沒有在 那這個都是在討論政烈的部分 那討論政烈的部分 到時候我們三個黨在這邊討論 到時候國民黨來說 他也要這個 他不要這個 結果時間還是重複還要再來一次 所以剛剛時代力量也充分表達了 那民進黨這邊當然他的立場說 他還要經過黨員大會 所以這個事情是不可能會有結論 那我建議院長這邊 我們現在的重點是在 國民黨中午要開臨時會 開完以後還要不要再召開朝野協商 先把它定調出來 四個黨坐下來要來增列要什麼的時候 才會有一個決案出來 剛剛已經充分表達 大家都擺在心裡面 不然這樣說不完啦 我跟院長報告就是說 我們重點是 國民黨開完以後 今天還要不要再召開一次朝野協商 然後明天的談話會 先把這個定調出來 現在才是會比較那個啦好不好 好 你要補充 朝野協商要不要再召開 朝野協商 我告訴你答案都是一樣 你絕對反對臨時會 他不可能說 我們黨產趕快來處理 那這個 朝野協商不是說 臨時會一定要有結論才會開 每次朝野協商 我們跟國民黨公社 每次都要複掉 那我認為我們 即便我們在朝朝野協商 有做任何改變的可能性 你只有在我們黨人會議在處理 那這個時間長安排 既然明天要這個談話會 那國民黨他的這個實力的托辭 他今天來講說要造的托辭 他不可能去答應來看你思維 阿波你如果出名 我是覺得阿波是出名 你自己去跟院長說不說話嗎 我來 我來 我試著這樣 來做個結論 因為國民黨黨團也不在 那麼我練一下 然後大家聽一下 那麼針對科委員建民等67人提案 請求召開臨時會 今天的協商會議未能達成共識 那麼依照程序 將由本人定期舉行全院委員談話會 決定是否召開臨時會事宜 然後我們就報告各位委員 我們就決定明天 7月20日上午9時 舉行全院委員談話會 這是第一啦 第二 在明天的談話會之前 我們會來徵詢黨團的意見 是否明天早上有協商的空間 有的話我們就會召集四個黨團 明天早上在談話會之前 再舉行協商會 那如果有黨團不出席 那明天早上的協商會議 著急也沒有用 我們就不著急 就依談話會的結論來進行 那第三 請民進黨黨團 能夠將剛才 時代力量黨團的意見 親民黨黨團的意見 能夠納入未來臨時會討論的 這個議程的安排的內容 就是說你剛才有說到 勞基法會將兩個版本 如果要省就要納進來 如果不省就沿到其他的時間 好不好 我相信這應該比較 譚剛才柯總 因為剛剛國民黨他有講 他說他 所以我們會補給他了解 開黨團大會之後才可以決定 對 所以你如果說明天台唐花會之前 如果他們願意超級協商 對 對 就是這樣 只是就是說 唐花會9點 你要前面超級協商 那唐花會我們 就往後挪一 就稍微挪 這個沒有問題 OK 我是不是表示你的看法 國民黨的意思表達非常清楚 對 報紙上媒體上他所有言論 都是來罵我們 這個處理黨產 不公不義為好為欠 你跟他協商我們來處理 可以黨產好不好 這岩目求疑 對 所以 所以 明天台唐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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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國民黨的意思 沒有啦 我們會問他 造成師 你也謙卑也差不多 謙卑就是情書 明天台唐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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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reco 新增的媒體 明天台唐花會 十八 兒子 又真的